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某本师是迦摩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使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今天讲这个本祭品 本祭品大概的那个内容 我们上一次已经有提过了 那我们上次是讲到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有谈到这个中观 龙树龙树的那个思想的一种危险 那思想危险是什么 就是虚无主义 或者是相对主义 他是对感觉上 他对这个所谓的客观 客观性 就是不怎么重视 但事实上 中观的这种客观性 肯定是放在我们的共识当中 那在那个月称 月称 月称论师跟那个中和大大师 在他们的中观学 就是有对这个世俗地有一些阐释 那么世俗地在他们的那个定义当中 当然首先他是虚望显现 是有欺骗性的 是没有自信 但是展现出来却是像有自信的样子 所以他是有期况性的 但是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什么 他是排除掉 就是跟进了错误以后 那么大家都能够 在我们凡俗的经验里面 认为这个是正确的 那这个就叫做正世俗 也就是世俗地 那这一点就是给我们 有很大的什么样 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来 引证这个说法 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 龙树菩萨他在 看待我们的世俗 就是说为什么世俗能够称之为地呢 这个地 是真理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像有宗一样 他认为存在的事物 或是我们见闻觉知 我们的经验当中呢 推求推求对不对 推求到最后一定有一个 有自信的东西 那个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自信呢 其实是为了保证一种某种的客观性 这种客观性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当中 我们会认为很重要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 那应该是要以谁的意见为准呢 如果世间没有一种客观的 客观的道理或是自信 就是他自己是这样的 不是经过我们的诠释 也不是经过我们的施舍 而是他本身就是如此的 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的争议不就是要束缩武力了吗 对啊 其实很可能是这样 但是我刚刚找一个影片 其实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在今年拍的一个那个纪录片 他是在讲那个美国的大选 是有美国上一次的大选 就充斥那种假新闻 你们没有知道吗 那个假新闻有多夸张啊 就是他们是靠着 以前都要地下广播对不对 现在不是 是在那个像YouTube这种 Facebook这种平台大力的推播 然后那一种消息还可以用那个网军 有没有 他可以去灌那个阅览树啊 留言树什么的 这个就是现代的危机啦 然后这个片头 这个片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美国的政客 他是一个议员 然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 他自己都做过几则假新闻 然后那个记者就是问他 这样子你意思就是说这样好吗 这个你良心过得去吗 他就说没有人会在意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做了以后 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有没有 他势必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他又是什么呢 然后他就说 记者在继续追问嘛 那他就说你都说真实啊 事实 真实那个事实 如果你去问哲学家的话 哲学家会告诉你 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叫真实 对 都是我们的叙述而已 对 他就这样讲啊 那我们现在看有很多的那个 近代的一些主意 的确都是靠着一些论述 然后就要模拟成是我们 从法尔如是的那一种真理啊 那就会造成一种 我觉得就是一种那个什么 一种一种 那个叫什么 真理观的一种一种强制力 那这种强制力对政治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我站在真理这一方啊 其实很大一个成分就是 要合理化自己权力的来源 这个所以说为什么那种意识形态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论师们要互相争执这个真理 其实跟那个话语权 还有权力的合法性都很有关系啊 所以我觉得 龙树把这些都瓦解掉以后 势必会流出一个很大的空缺啊 那这个空缺用什么来填补呢 你们认为用什么来填补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就是 比如说这个笔 这个笔是红色的 然后我们 我们对这支笔的颜色有争执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世间 这支笔 他的自信 我们说没有自信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支笔呢 并没有一个 他自己是红色的 这个特征啊 那如果他自己 什么颜色都不是 那 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 这支笔没有办法 当我们的裁判啊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大观世界啊 蛤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施舍 就是以前 以前为什么的 以前的行额上学要论证 军权神授 或者是那个 我们 我们 我们中国人也是军权神授 是不是 然后 对 是我们 我们 透过这种论证 是把权力交给某一个人 然后 然后 近代的 因为那个上帝啊 那个 天理 那个已经 那一套 形上学体系 已经崩塌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知道 我们 政治的体制是把 是依照惯例 把权力赋予某些人 当他有争执的时候 他可以来做一个裁判 但是这是人为的 对不对 人为的 右左左右 对 那我们会期盼有一个天赋 有没有 他有一个比人更高的一种道理 能够来裁决这一切 我想这个 这个 最后我看 我看也只有那种天堂跟地狱 就是我们 觉得那个正义 必须要坚守在那个真理的那个立场 这是 现在宗教可能还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吧 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事 尤其是佛教 我们就会说 好像就是说 那他自己造的业 他以后会来担吗 好像我们就是也是无能为力 那我认为就是在中观 或是我们佛教当中 就是真理留下一个空缺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道德 我们的美德 去填补它 那么你看那个大秤道对不对 大秤法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叫什么 我们那个念佛 念佛求往生不是需要三个心吗 第一个是什么 执心吗 第二个是什么 身心 第三个是什么 菩提心是吧 好像是 那大悲心好像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是执心你知道 执心是道场 就是不说谎 对 那我觉得那个政客很明白 他自己在说谎 这是 这是 你不要说那个真理在哪里 但是你自己讲了 你就知道你是有目的的 执心的意思就是不隐藏自己的那种 很像那个 我们执心就是跟那个残曲 做一个对照 什么叫残曲呢 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特定的目的 然后来 你为了那个不可 就是你不会对别人说的 然后那是你的想要达到的效果 那你知道用某些行为某些话语 去奉承或讨好 那 别人 然后来达到你的目的 这个就叫残曲 那 相反他就是执心 就是你没有什么隐藏的那一种 在背后的企图这样子 这是第一个要求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一种 我们讲的那个什么 大悲心啊 一种同情 很单纯的那一种同情心的扩大 这一些道品在我们看来 就是在比如说科学家他们来看 虽然他们不见得会贬低道德 但他们显然没有那一种物理性质更重要 因为他才是能够决定 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一 那一种道德虽然很好 但是不见得能够成事 对不对 但是在佛教的体系里面 因为真理的我们认为圣意地是信空的 对不对 所以会让出一大块的那一种空缺 那需要什么去弥补呢 就是我们那些善良的道德品质 他就必须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对不对 我们说修行跟利他在大乘法里面 有在大乘度论有讲到三种选择 一种叫自利对不对 自利的人是小乘 这个是大乘人说避免的对不对 那么剩两个 一个是利他跟自利又利他 然后那个大乘度论呢 就是龙树菩萨就摄问 就是扮演做外人来问 就说大乘法应该是自利利他吧 你这个账要会算啊 如果这个善行的结果是你自己有好处 别人也有好处 那么你才做吧 然后那个应该是上上策对不对 然后稍微差一点的那策略应该就是 那我就利他就好 我自己亦无所得 不是应该聪明的应该是自利又利他吗 但是龙树说不是 他说大乘就是利他为先 那我们今天上次讲到这个 我们今天就说要讲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也是在大乘度论讲的 那他的来源 来源不是龙树菩萨编的 他的来源是宝基金里面 这个故事就是释迦摩尼佛在印第 对不对 他得那个不退传的时候 是不是有见到一个佛沙佛 在那个 他在修行的时候入了火光三昧 然后佛陀就是一只脚站立 就是观佛嘛 然后七天都不眨眼镜嘛 然后七天以后呢 他就说了一个祭颂说 天上天下无如佛 有没有 那个祭颂 知道吗就是这个故事 那好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大乘度论眷室里面 他是问什么呢 问佛的三十二项 然后那释迦摩尼佛 那个龙树菩萨就讲了这个 他说释迦摩尼佛在九十一节 行办三十二项 像那个释迦摩尼佛是九十一节 不是集身成佛 对不对 那当然也有集身成佛 不过那个是非常特殊的 那连我们的释迦摩尼佛 都不是那种很特殊的那种 集身成佛 他说他在九十一节里面 承办三十二项 那是怎么成就的呢 他就讲一个 久远前的故事 他说在过去有个佛杀佛 那时候有两位菩萨 一个是释迦摩尼佛 一个是弥勒佛 那迷勒佛是我们知道的 当然下圣的佛陀 对不对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 会比弥勒佛更早成佛呢 他就是在讲这件事 他说佛杀佛看这两位菩萨 他说那个看释迦摩尼佛 他的心没有纯属 就是他的功德 他的我们讲他的道力好了 他的道力还没有纯属 但是他的弟子已经纯属了 然后他观察弥勒佛 弥勒菩萨 他呢 道力已经具足 所以他的心已经是纯属了 但是他的弟子还没有纯属 那佛杀佛就这样思维 他说 依人之心亦可塑化 众人之心难可极致 一个人的心容易化倒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但是你要化倒一群人 让他们的根性都纯属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他就决定 就是让这个释迦摩尼佛 能够集得成佛 然后他就上了雪山 在宝窟中入火定 就火光三昧 这个时候释迦摩尼佛 是一个外道仙人 他到山上去采药 然后就看到佛杀佛 在这个洞穴里面 入火光三昧放大光明 所以他就心里面非常的尽心 就是一只脚独立 为什么要翘一只脚呢 我认为 可能跟那个外道的那个 就是在那个印度的外道 现在还有那个单脚站立的 大概是跟外道的那一种信仰有关 好 他就合掌向佛 然后一心而观 目未成训 就是他呢 就是眼睛都不眨 这样七天七夜 然后呢 七天七夜之后呢 就用寄送赞叹佛陀 他说天上天下无如佛 四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界 一切无有如佛者 那就是这个七天七夜 地观世尊的火光三昧的光明 所以就超越了九节 然后在九十一节里面 得了那个就是成就佛果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聪明多事 能做种种好祭 为什么才七天七夜才说的一个寄送呢 就是因为释迦摩尼佛贵其心思不贵多元 如果用更多的语句战佛心或散乱 所以才用一个寄送做代表 那释迦摩尼佛何以心未存熟而弟子存熟呢 因为弥勒佛自心存熟而弟子未存熟呢 这个理由是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因为释迦摩尼佛饶益众生心多 自未生少顾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大乘佛教里面 他诉求的这个菩萨的品德 他的诉求就是他的要求 立他为先 就是以释迦摩尼佛作为我们的师范 他本身就是很可能就是 怎么讲 就是好比说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人做笔记对不对 然后那个都会跟人家分享 这个叫自利利他对不对 这已经很好了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比如说啦 家里面的那个 不是以前都有这种故事吗 那个家里面的长子啊 因为家里的条件只能供少数人读书嘛 那这个长子就自己虽然很好学 但是他还是把机会让给自己的弟弟妹妹 然后就是放弃升学的机会去工作 然后让弟弟妹妹去上学 有听过这样的事吗 这样就叫做立他为先了 那菩萨是 菩萨的要求你的那个 菩萨道的品质应该是立他为先 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 就所以呢给被他帮助的人 进步的都很快 他们能力成长的很快 对不对 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机会栽培自己啊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他的道力没有存熟 是因为自为身少顾 那弥勒菩萨多为己身 就是他努力的充实自己 少为众生 就是他的徒弟就放一放 对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怎么办 所以那个这个 从那个辟婆师佛到 就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栽培自己的三十二相 那这个故事 这个在殷恨导师呢 有做一个解读啦 就是在禅与净突这一本书里面 在讲那个异行道跟南行道 就是把这个故事解析一遍 那他认为就是 释迦牟尼佛在 洞窟里面看见那个佛沙佛入火光三昧 这个是念佛的异行道 或者是我们说他是一种那个 净佛国土的那一种修行 然后那个南行道就是他立他为先 让自己的弟子根性存熟 但是自己道力不够这样子 这个是南行道 那一个菩萨道里面 这两个东西都是需要的 那医生导师后面有做一个批语啊 就好像我们画一条龙 对不对 弥勒菩萨是先画龙的眼睛 然后再去画那个龙的身体 然后那个释迦牟尼佛是 把龙的身体画好了 然后就插那个佛沙佛的灵丸一角 替他把那个眼睛点上 所以就那个超越那个 超越弥勒佛先成佛 我们来看他 这个故事的根据 就是殷孙导师在论述这一边的根据 就是在 当然十柱比菩萨龙树的著作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别人比较容易忽略 就是龙树菩萨也不是依 依自己的意见 他是依那个弥勒菩萨所问经 他是在那个大宝基经里面 他说呢 经中说 弥勒菩萨在过去修菩萨行 常乐摄取佛国 庄严佛国 就是他会去 我们等于就像是修子官 去观那个佛的向好 有没有 像这样的修行 但是释迦牟尼佛 他说他在阴地里面是修菩萨行 常乐摄取众生庄严众生 他是观察人身百态 然后去庄严这个事件 所以你就看那个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他在阴地里面要发愿说 要在五卓二世的这种绘土里面成佛 他跟那个弥勒菩萨不一样 弥勒菩萨要来的那个世界 是人寿八万岁 那个时候的人世间跟天国是非常像的 他要在那样的世间成佛 所以就不太 那个愿力都不太一样 那弥勒佛呢 释迦佛是以下渡众生为行 那弥勒是以摄取净土为行 这个就是难行道跟异行道的差别 所以这个弥勒菩萨他在阴地的时候 他不能做这种难行能行 难忍忍忍的六度 像是施舍自己的内生 像这个就叫做难行人行 那他是用什么作为自己的菩提之良 他是善巧方便安乐之道 这个善巧方便安乐之道 其实就是我们讲 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禅堂里面念佛 这个就大概也是就是这样的修行 这种修行是也是菩提的资良 但是是一种善巧方便安乐道 那弥勒菩萨就是 这边就引经文 弥勒菩萨在做什么呢 说我悔过一切劝助 劝助众道德 归命理诸佛令得无上慧 就是在自己的佛堂里面发愿 当然这个可能我们说 用一种宗教的仪式引发一种宗教的情操 那他常常是这样子来 净化自己的身心 可以这样讲 那他这个修行就是 十柱比菩萨论里面讲的异形道 是一种安乐形 跟这个普贤十大愿王里面的内容 是差不多可以说是一致的 就是下面有开始论证 就是他就是跟那个十大愿王是差不多的 那大致度论就讲他说有两种菩萨 一种是多有慈悲心的 一种是多极诸佛功德的 乐极诸佛功德 自称清净无量佛世界 可见的弥勒修的是念佛法门 我们说念佛法门不只是称名 他的完整应该就是十大愿王里面的十大愿这样子 那他是这样子来入道 来庄严佛土 那理解 如果我们理解佛法的真意 这个是菩萨修行初修的偏重 就是偏重就是 这是你的根性嘛 就是我们说这个根性有 至真上 卑真上 随性行 随法行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性行人 法行人 还有一个卑真上 记得吗 就是这个 那圆满究竟菩提 庄严佛国跟救度终生是不能欠绝的 就是这三个资量都是需要去栽培的 当然我们在初开始依照自己的兴趣 就是我们的根性 会有所偏重 这是难免的 然后 学佛最初下手有这两个方便 你可以从念佛理佛 这个方面下手 那你是这个方面下手 就可能你就是比较倾向是信心人 那或从布施慈戒忍入下手 那个有可能是至真上 那如果布施愿意布施的 那可能就是北正上 那后面这些才叫南行道 就是六度 可以讲 那指观应该可以算是前面 就是禅定度 可能就是比较倾向是那一种念佛理佛 我讲那个念佛理佛 礼拜称名赞叹 如果我们看那个世青的那个往生论 他也是提倡五门念佛 后面两门就是修止观 就是跟整个大乘的止观 就是都是相应的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分 那后面是南行道 就是大悲利益众生的苦行 那前面呢 前面这个修禅的 或是念佛 就是念佛法门 以这个佛的向好 作为自己的官 作为自己那个所缘的 这个是善巧方便的安乐行 那其实这个跟众生根基的差别 在修学过程中是可以统一的 那异行道是多极这个诸佛的功德 它跟那个十大愿望是很就是相同的 那下面就是稍微讲一下各经里面讲的这些道品 那几乎就是跟华严经讲的这个十大愿是一样的 那大致度论呢也有讲到这个 你看菩萨法 奏三十夜三十常行三世 做哪三件事呢 懺悔随喜劝请 劝请说法及注释 这个不就是十大愿望里面的吗 那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修集这样的功德 其实是一种方便善巧的异行道 那其诸佛陀的功德的净土行 本来不限于这十世 十世是随顺这个华严经的题材 这个所以就我们现在比较熟悉了 那这是一个特殊的宗教行仪啊 它是一种刑法 那要遵循一定的仪轨 这样来进行的 这是修集佛功德的方便 是忏悔的方便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们去参加法会就是在做这样的 资良道啊 这样了解吗 那 好这个是 讲那个大概也是异行道的事情 那龙树怎么说这样的异行道呢 他说 他说 像这样的 我刚讲那个安乐行嘛 就是这种方便善巧的异行道 别人问那个龙树说 用这样的功德 求生净土佛国的净土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修行 对不对 就是问什么 怎么样往生佛国净土 那龙树回答说 这个是 就是一个雀诺 没有大心的 不是一个大丈夫 应该有 就是有志气的人讲的话 他说 简单来解释这一句 龙树回应的这句话呢 他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种心境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菩萨的风格 所以龙树对异行道的仰求者 就是 是一种雀诺下列者 是先开头有一种呵斥的态度 然后这个佛菩萨慈悲为本 为了射受这样的众生修菩萨行 所以也讲了这种异行道 那这种异行道 就龙树说 你如果想要知道 那我就当说之 就我也会说 佛有无量的法门 如世间道有难有益 这个路到不行则苦 水到成传则乐 菩萨道也是这样 或有情行精进 或有以性方便异行 所以苦行跟难行 苦行跟异行 是从龙树的这一段话来的 这边讲的异行跟前面的安乐行 什么方便善巧的这种 什么安乐道 这个一样的意思 难行就是苦行 异行就是乐行 这个就很分明的知道 跟成佛的持数无关 就是他不是说哪一个法门 就是比较容易 比较快成佛 不是这样的意思 说到异行道 就是念十方诸佛名号 那龙树也讲了那个西方净土 然后他讲的这种异行道 跟这个十大院是一样的 那我们做这十大院的目的在干嘛呢 龙树就没有讲到说 你往生佛国净土 他是这样讲 他说你做这个十大院行愿 以后呢 福利增长 心地调柔 信诸佛菩萨圣身清净 第一功德已 敏伤众生 有了解吗 社护信心的意思 有看到吗 这是第二行有没有 这是你这么做以后 福利增长 心地调柔 这是在干什么 用那种宗教仪式 宗教音乐 潜移默化你的 你的那个根性 你会福利增长 就是你的 勘能 勘能 会越来越 越来越有那种勘能性 心地调柔 心不会那一种很固执 很枉矮这样 就是别人怎么说 你就是你会变得比较开明 比较聪慧一点 这样了解吗 那你就会 你在这种宗教仪式 你会相信这些 就是菩萨的圣身清净第一功德已 你会对真实义有信心 然后对菩萨的广大心 生起那种仰慕信药的心 那你心调柔的 我觉得那也是 宗教音乐的熏陶的关系 我们讲那个 学音乐小孩不会变坏 不是吗 你在这种宗教的熏陶之下 你就比较容易 对众生产生那种同情心 这样了解吗 不是感觉 对 就是宗教仪式的作用 那接着呢 心调柔以后要干什么呢 接着就说六度波罗蜜 所以这很明显 就是龙树的意见就是 你念佛忏悔劝情 实在是为了是要 增长你的福利 调柔自心的方便 那这样你才能够 在佛的圣身第一 生性结性 在那个苦难的众生 生起怜悯性 然后你有 你生起了那个 对争议的性结 对众生产生的悲心 对不对 那当然你就能够 进而修那个六度万行 所以那个 这些易行道 根本跟南行道就是脱离不了 你知道 他的目的最后还是要你去行 南行道 这样了解吗 那你们不是那个 发愿往生净土 不是都是回路娑婆度友情吗 是多少有这种 真的想要再回来度众生呢 对不对 这个是很辛苦的事 这样呢 易行道虽说发愿往生净土 于净土修行 而也就是南行道的前方便 这就很明显了 所以呢 你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忏除业障 为什么要积极福德呢 其实就是为了做进下一个阶段 那种南行道的一个前方便 就是在准备当中 所以那个 我们现在流行的净土法们 在英顺导师 或是他是引用龙树的意见 我们看那个都是龙树说的 但是那个英顺导师只是接着说的 他说现在的流行就是一人传虚万人传死 就是只要一个 很多人说了他就变成是真理 就是这样啊 他们说这个 就是以为龙树说的易行道 就是很容易成佛的道路 那当然我们干嘛去走南行道呢 念佛一门无事不办 这未免辜负龙树菩萨的慈悲 所以不是这样子 那 我们的观念 这个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这个事实 刚好跟我们的现代人的信念是刚好相反 我们都觉得念佛是很快成佛的 对不对 但是事实上不是刚好倒过来 你行南行道反而是比较快成佛的 那他下面就举那个弥勒菩萨跟释迦佛的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刚上面看到那个故事 弥勒发心他比释迦早了四十节 就是他已经找人家四十节在修行 但是谁先成佛呢 释迦佛啊 对 然后 这个为什么呢 这个不是易行道 难成佛难行道易成佛的铁证吗 弥勒菩萨修的是什么 我们上面有看到吗 弥勒菩萨就是修易行道 对不对 所以他比较慢成佛 那释迦佛行南行道 所以先成佛 那根据这个传说上面那个传说说 释迦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七日七夜说祭战佛 超九节成佛 就是比那个变成他超越他 他本来比人家早了四十节 但是现在释迦牟尼佛又超过他九节 这只是弯道超车 说祭战佛这个是易行道 这不是易行道速成佛吗 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临门一脚 不是就是靠这样的易行道吗 就是观佛的向好 然后七日七夜遗迹战佛 这个不就是称战如来吗 对不对 那个观佛的向好 那不是就是十大院里面的吗 但是呢 现在就是 应讦导师又稍微解说一下 南行道跟易行道的关系 他说易行道跟南行道 本不过从初下手说 初学者有这两个 两类的根性 所以有这两种分别 到了成佛 摄取众生跟摄取佛土的功德 都是要圆满的 一个当然摄取佛国净土就是自己的心调柔嘛 就是有自己内心存熟有很多的功德 摄取众生就是福德道 三十二项的来源嘛 布施慈戒这些就是帮助众生的事情 这些都是要圆满 但是这不能证明易行道易成 反而是难行易成的事正 据传说说释迦 就是释迦摩尼佛心未存熟 地子存熟 是因为他常行六度 自己没有时间栽培自己 弥勒菩萨心已存熟 地子未存熟 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释迦摩尼佛在阴地里面是菩萨的时候 饶益众生多自为身少故 弥勒多为自身 多为己身 少为众生的缘故 这显然是说释迦摩尼佛心难行道 多化众生 地子已经存熟了 这是释迦摩尼佛立他功德圆满 但是自立功德不足 弥勒菩萨多修净土行 久正无生忍 自己心已经存熟了 但是呢一向少为众生 少修难行大行 所以弟子的心没有存熟 这是弥勒的立他功德没有圆满 所以这个释迦摩尼佛呢 他精进占佛速成 恰好是先修难行道而易成佛的证明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提到的那个比喻 就是像画龙跟点睛 这个你要成就一幅 这个驴药龙门 要变成龙 要画一条龙 当然龙身跟眼睛都要画 对不对 但是你要先画哪一个呢 如摄取众生庄严净土 这个是成佛就是一定要圆满的嘛 那释迦修难行道就是先画龙身 等到龙身化成呢 精进占佛就像点睛一样 一点就成了 那迷勒呢 迷勒是先画龙眼睛 然后呢 这个眼睛当然是所有的精神 但是他的那个成就还 就是他的龙身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就 所以呢 不能仓促啊 所以利他的功德不能速成 他得要 还是得要那个老实的做 不能速成 这样子 释迦的超久结而先成佛 始由于久修难行道 饶益众生 饶益众生的心多的缘故 其实这个都是初学的方便说的 学习佛法成佛 一切功德都要圆满 修集才能 才能够 所以 易行道难成 难行道易成 这个是经论的证说 所以这个众生在绘土中修行容易退失 生净土中环境好不再退转 这个是净土中说 这个是净土的经论里面 就是劝化我们这个末世啊 或是绘土里面的修行者说的 但论修行的速率呢 绘土修行比在净土修行要快得多 这个在大阿弥陀经里面也有讲到啦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净土里面七宝所成 所以你没有可以布施的对象 然后那个土地也没有什么欠缺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杀到淫忘的事 那么慈戒也就没有必要 那没有人会处挠你那也不用修忍辱啊 所以那个净土里面没有修吉之阳的因缘 但是呢绘土却不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绘土 都是有这些不好的事 杀到淫忘的事所以要持戒嘛 净土女人都没有 男女不相占有 所以没有淫戒可持 生活所需一切都圆满 也没有道戒 也没有偷盗这件事啊 所以所有的功德到净土中都难以进修 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像不像啊 我们佛教徒就是喜欢 盖那个庄严的寺庙 然后在寺庙里面就是寄送赞叹佛陀 就是比较少人会去 或是比较少的力气会去做这一种 难行道的事 这的确也是比较难啊 好但是是我们现在佛教 就是所谓的入世佛教正要努力去 去栽培的东西 努力去栽培 所以现在有什么慈器功德会啊 就是尝试做这样的布施啊 好这个是 所以呢 净土里面就像 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样 你 你要在跟那个道家的那一种 辩证思维很像啊 比如说一个时代很糟糕 才会需要忠诚嘛 百当事忠诚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需要英雄呢 就是世间没有正义的时候才需要英雄 所以这是一个很调诡的一种辩证关系 那在佛教的修行里面 亦是如是啊 所以 会土喔 他能够很多难行能行 这样的机会是多的 所以这个释迦摩尼佛 他就是到会土来成佛 就是也是跟他根性有关 然后也是他为什么能够超越九节 先于弥勒成佛的原因 这个会土是痛苦的 然后发心行菩萨道却是最殊胜的 这是为什么释迦摩尼佛能够发心慈而成佛潮的原因 那一行道呢 容易得不退转 但一生净土 这净度迟缓啊 所以会土修行难得不退 如果打破难关就可以一直往直前而成佛 一行与难行 会土与净土 这是各有所长啊 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 就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阶段 那看自己的需要啊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那一种 心性不是这么的纯熟 容易动摇的 那这种善巧方便安乐道 也是一种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微妙法门 可以依此而行积极功德 颤除业障立定信心 这样稳当修行才不会退堕 这是要看你的根性 但是如果你是 是一个大丈夫嘛 你能够承办很多事 能够担起很多人的责任 那你是应该要行难行道的 所以这个 我们大乘初期就像龙树一样嘛 他提倡的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的满行道 就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净土的行者 不要忘记这个经典里面有写 不可少三更月得生比过 遇得阿彼伐志 递者非但称名意念礼拜而已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 因为我说过 这个异行道又跟那个什么有关呢 跟天行有关 记得吗 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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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现在那个南行道是什么呢 是人间行 你到天上是没有得修这种 但是如果你 你修这个净行 就是净土行 对不对 就算你不往生 那如果你有一些定力 有没有 你有一些定力 你念佛观嘛 也能够念到一心 有一些定力 那你就是往生那个 如果你没有往生净土的话 那其实也不太可能 有定力应该就是很容易往生的 但是你往生的那个世界就是净土嘛 没有那一种南行的因缘 所以你就会跟那个弥勒菩萨一样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两样都好 只是看你的坑性 你没有一个是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念佛是很好 不过一个时代的佛教来说 对不对 我们佛教如果都行天法 那就是在这个时代 会被认为是迷信嘛 神权迷信 有没有 对 所以还是很多的道场 现在都开始做一些 人间行嘛 对人间菩萨道 是做一些 至少做一些慈善的工作 好 大概就是这样 那下面是 下面是今天 我们本季品 回到这个本季品 本季品上一次 大概的内容都已经谈到了 我们就稍微带过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祭颂其实都很简单 大乘之所说本季不可的 生死无有死 亦富有重 这个是外人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话 他说本季不可的 那 这是一个调诡的语句 不可得的是什么呢 本季 那一定有 一定有一个时间的相貌 这个时间的相貌呢 从现在为基点 往前看 像是有死 但是没有 往后看呢 像是有终点 但是没有 那 不可得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三世千流的时间像 那好像就赋予这种千流某种意义的存在 那 外人就是引用佛陀这一段话来 证明说 生死是有的 时间是有的 只是他没有始终而已 就是目的就是要来成立他的什么 做作者 受受者 那这个本柱 就是要讲有轮回这个事实 一定是有某种存有 所以呢 这个生死本季不可得 这个变成外人来引证 他说有生死轮回的这件事情 若无有始终 忠当云何有 事故于此终 先后共义无 如果有开始就有终结 那开始跟终结的死 有这个 开始跟终结才可以说有中间 既然没有始终的究竟也就没有中间 这个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 我们可以把它缩短到 把这个始终缩短成一刹那 就是一刹那 这个一刹那的中心应该是现在 好 始终 这个中间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 时间就是有这三个相貌 就是现在过去跟未来 我看我们是不是用版书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字也是好像很大 我们把它关起来 等一下那个信跟像 我还在看一段文 好 好 没关系我们就 用白板 这个 这个是时间的相貌 我们可以讲 就是它向未来延伸 从 从过去中来 然后 我们说的 所谓的现在 其实 现在 可以多长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 也可以代表叫现在 对不对 这个现在是非常的模糊 什么 只有 过去跟未来 作为它的边界 那么这个现在指的是什么 才会清晰起来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 这个现在可以说我们这一辈子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 然后我们这个时代指的是什么呢 工业革命以来 18世纪 18世纪到现在 21世纪 那这个 这个 18世纪 这个时间到21 那 它就 这个现在就 边界就清晰起来了 了解吗 可见的这个现在呢 它根本就没有自信 我说的现在 我说的现在 或是 其实都要靠过去跟未来 才能定义它 这样了解吗 这个时间 这个现在还可以缩短到 非常抽象的 也就是 对 就是 那个 布派佛教说的撒那 这个撒那 这个撒那 其实是凡文 知道吗 就是 你看那个印度人的那一种 哲学的思维 这个是外来语 知道吗 同唐代的时候进来的 然后 我们就有这种观念 其实这个过去也是 这个过去 我们 我不知道那个唐代以前 怎么表达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过去是 从泛文来的 他的泛文的字 是一个复合字 就是 真的就是翻作过去 就是从那个 过去 就这样 不知道怎么讲 然后那个 刹那 刹那就很明白 如果说我们有 过去跟未来 作为他的那个 就是刹那本身 有没有时间像 如果有的话 他就是有一个过去跟 未来做他的边界 对不对 那这个刹那 就会有时间的像貌 可见得什么呢 过去 现在未来 根本谁也离不开谁 这样了解吗 时间就是一个 很抽象 然后 他感觉上是 按照 按照 一个鬼则 就是过去的事情 不会 跑到现在来 他有一个事件的 序列的规则 感觉上 他是按照某一个程序 自己在这样进行的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这一种 特别是在这个 时间相貌 推求到他的极致的时候 那他的矛盾的问题 就会出现 像这样具备 具备时间相的刹那 因为有过去跟未来 作为他的边界 所以这个刹那 感觉上很具体 我们可以掌握 但是呢 刹那本身是 时间最小的单位 时间 应该是连续的 如果说 有这两个作为 有一个时间相 就表示有中间 但是呢 如果他有中间的话 那表示还可以再分割 所以这个刹那本身 会推翻自己 那如果我们最后呢 我们认为 刹那 只有现在相 没有过去相 那没有过去跟未来 作为端点的现在 只是数学上的一个点 那个点啊 没有时间相 所以 这样的刹那 就被自己推翻了 知道吗 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颂文 他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 譬如说 就是把他 把 我们把整个生死的过程 当然这是抽象化 因为真正的生死是没有开端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生死 视为是一个集合 那么这一端是涅槃 或是成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有起 有灭的 可以这样讲 有流转有还灭 那么你中间不是有 栽培之粮 一行道难行道 这个过程嘛 对不对 所以有始有终 或者是我们说 这个生死没有终点 或者是涅槃是那种大波涅槃 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就是 生死即涅槃那种概念 那当我们从繁复到 这个成佛 中间不是有一段在生死流转 但是也在栽培之阳的时间 这个时间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那换句话说 我这样的描述就是 他认为佛陀在讲的佛法 就是我们有这些过程 这些过程一定有某种东西在流转 知道吗 不会什么都没有 我们前面看那个龙树说的什么呢 无作作者 当然包含瘦瘦者 没有染染者 然后五蕴跟我的关系 没有染可染 就是 染可染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没有我 也 因为 我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因人之有法 因法之有人 那两个是没有办法 互相离开的 那换句话说 因为五蕴而甲利有我 也因为这个我才知道 那个是谁的五蕴 知道吗 才可以描述五蕴所得的经验 知道吗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能互相远离的 这个是 龙树他说的那个 我跟法是信空 但是 假名思舍 互相关待而有 那外人呢 用本机不可得 其实就是要来成立 这一些 这样了解 那龙树就是 要批判这一件 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看那个 里面的书本 第三颂 若死先有生 后有老死者 不老 不老死有生 不生有老死 他说呢 假定如果我们把这个生死 对不对 视为是实在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实在的话 我们有讲过 如果这个生死是实在的 他应该是可以被推求 那其实这种推求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就跟诞生机生蛋的问题 会发生的问题 一样 我们有讲过吗 生死是互为因果关系 生所以导致死 然后死亡会有后面的转生 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 就是往前推求的话 会不会有开头 会不会有第一个 如果会呢 这个叫做不平等因 记得吗 然后在西方的那个哲学说 这个叫武断 就是说我必须要有个开头 那个开头没有办法再说明 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武断的过失 知道吗 那如果说我说 他就是一直追追追追不上 就是 没有那个所谓的第一个 他就是一直一直往前 这是无限的 可以无限的推求 并没有第一个 那我说过这个是什么呢 在西方说是无穷退后 然后我们是说什么的 这个是龙树说的 记得吗 还记得吗 他说如果真的有这件事 就是破一切自然 记得吗 记得吗 有记得吗 我们有引那个龙树的大致都论 跟大家说过 有没有 就是 如果这个 一切自然 他应该知道一切的原因 如果他 如果他的理解跟我们一样 那他就不是一切自然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在西方也是认为 这个无穷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 这个 是一个概念 他就像是 对 什么叫无子敬 对 什么叫无子敬 对啊 那是一个概念 他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真实的世界 我们无法想像 那是什么样 什么意思 然后大概是这样 那 生死 那 如果 如果要我们选的话 如果要我们选的话 生死如果是真实的 就是一个实在的状态的话 那他势必是 有因嘛 有一个因是比较像一个 知识的样子 才可以有的说 知道吗 如果是无穷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讲 知道吗 然后呢 但是如果生死是确实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它 都会产生问题 比如说 如果我们觉得开头是生的话 那当我们这样定义的话 已经 已经确立一件事 就是把生死 这两个状态呢 是完全的切断 因为这个生不由死来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 这个生是独立于死的 对不对 那你没有办法说明生死 为什么生会导致死亡 这个因果关系 就没有办法被说明了 了解吗 反正这个错误是很明显的 这个生就变成没有原因的生了 所以他说 若死先有生 后有劳死者 不劳死有生 不生有劳死 就是你假定是先有生 然后渐渐的衰老 这带导致生命的崩溃 这个 这种前提就表示 生跟老死是可以分开的 那既然是两个独立 两个独立的关系 并没有所谓的先天的因果关系 知道吗 我们又在第一个观音原品 我们有问到什么叫做因果关系 在印度的外道就想到两种 就是 这两个独立的东西 生跟死 独立就是他们没有关系 独立就是存在的事物 比如说木头跟火 就是比较独立的东西 他们两个不相干 这样子怎么说他们有因果关系 就是有两个看法 就是素论跟圣论 一个说是因中有果 一个是因中无果 还记得吗 要不然你怎么论证说两个 明明是分开的东西 但是他们却一定是A 然后再B 为什么是这样 没办法说明 一般我们看独立的东西 就根本他们就是不相干的 所以为什么一定是先有生后有劳死 是就无法说明 一切生柱灭都有三相 三有为相 友情的一席生命 都具足这生劳死三相 也有 这个世间有成柱坏 这三相 这三相是不可以分的 现象中从无到有叫生 这个叫就是发现这个生 在生的当中就含有灭的否定作用 生跟灭是不可以分离的 所以说即生即灭 即生即灭的延长 就表现出一期的生死 这个如果是个生呢 不包含死 他就绝对不会死 像益顺导师在讲这一段话 我们不是要抽象的去表达一种 这个生就是我们讲那个叫 这个叫什么华盐中有一个祖师 他用一个简单的辟语用镜子 跟那个火灼火有没有 镜子 他把这个很多镜子束在这个四周 中间点一个灼火 对不对 那么你就会可以看到这个灼火 在每一个镜子里面都有一个灼火 那他这是在说什么呢 说一种世事无碍的境界 就是他认为这个 因为性空的关系 所以事物跟事物都互为因缘 但是他们的 这样的世界 也跟中观是有某种的关系 但是我们着重的那个重点 却不是跟那个华盐的空这么的近 因为他们多着力的这个点 是在这种市里的这种圆容无碍上 这个容怎么写 这样 对不对 那中观就是用二地来说他 那这种圆容观 也可以讲就是从这个 跟那个二十的波尔教是很有关系的 可以讲 也是空观的延伸 那么就很像 这一段话就有一点像 他就说生 就含有死的成分 但是龙树在后面也会有批判 说这种描述 你不能用这种存有的观念 就是认为 有一个具体的生 然后他是互相容设的 这种实有 问题是在这样 应认导师这一段话描述的是一种 假名的生 知道吗 这种假名的生 他不是死有的 他是相待于死而有的概念 因死之有生 因生之有死 那么生死是无自信的 那这个生就是假名的生 他跟那个 华元家还不太一样 知道吗 但是这段话是非常 非常像那种四四五外 他说什么 他说 生跟灭不可以分离啊 好像就是生这个存有不能跟灭相离 不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四四五外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生跟死的那一种相待性 就保证他们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说他不离呢 他是一种相待的不离 知道吗 所以他不是 他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假名而已 那生不离死 不离而又有生死的差别 这个是难死的 这个是如幻的缘起 有没有 这个如幻的缘起 就是一个假名的缘起 跟那个 圆容无碍的缘起还不太一样 那假使你要推求生死的实性 确定生死的差别 这个就是直食的问题 就我们要计较 为什么要计较 先有死还是先有生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那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生死推移的过程 视为是某种实在 某种存有 构成的这一种流动 这种流转的现象 所以我们 我们一旦有这种前提的话 我们才会去寻找 到底是先有生呢 还是先有老死呢 这样都是不得佛法位 就是荣述的意见 那第四宋说 如果先有老死呢 那先有老死的这个问题 是跟先有生的问题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 事则为无因 为什么呢 不生有老死 就是没有因嘛 就是哪有什么东西没有生 然后就有老死呢 那如果我们说生跟死是一时句呢 这个就有一点像那个 一时句就是说 生跟老死是同时的 这当然这是在逻辑当中去 想到一种可能 那会不会是生跟死同时存在呢 就可见的这种 石油的东西是不会融色的 知道吗 你要说它互融互骗 又说它石油是非常困难的 就很像这边讲 生中有死 始中有生 那不可以讲生死同在吗 这有点像因中有果论 那如果认为是生死是死有各有字体的 性质相反的生跟死 为什么会一时句 就是一时同在一个 同在一个点上 它的性质是相为的 假使一定说生死就有死 生死是同时的 你看这一段话是不是跟前面讲的那个 我想说我们应该加一个假名比较好 对不对 前面讲就是生不离死 还记得吗 那这边不是讲生死同时吗 生不离死是不是生死同时 不是 前面讲的就是一种假名官代的概念 这边讲的生死同时呢 就是生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然后它包含了死 这个是不太一样 那这个问题就是两种过失 就是第一个就是无因果 如果生死两个是同时的 那就是生死都没有原因 各位知道因果关系呢 它的一个条件就是先因后果 就是因果关系它是一个序列的关系 一个前后的关系才可以说有因果 如果说两个是同时的 那我怎么会能够来说明 两个之间有因果关系呢 就无法说明了 所以这个就是聚无因 第二个就是相为 生死是不就是一个毛一个盾 一个光明一个黑暗 到底谁破坏谁啊 是生要把生的力量会凸显 还是灭的力量要显现呢 所以它是相为的两个力量 它是不可能在同时聚主的 这个就是相为过知道吗 所以生死 这个前后共都不可以 就是生在前或是死在前 或是同时的都不能够成立 那我们的生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序列关系 就是如患的关系 若死初后共是皆不然者 何故而戏论未有生老死 如果生死的不管谁先啊 或者是共同同时的 那么都不能够来 不能够来完整这个序列的始终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要了解 如果没有这个开始没有这个终点 那么 已开始跟终点的中间 对不对 或是我们说的现在 那就是一种假名的 那就是一种假名的 他的假名就没有办法 怎么讲 没有办法具体 那这样前后共 就是死中跟 生死跟那个中间 过去现在未来 他都是如患的 互相关带而假立的 谁也离不开谁 那我们这样用 用这样关带的假名关带 而信空 这样来解释我们的这个轮回 才可以解释得通 如果我们说 当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那边 生死 就是这个 逻辑关系如果是 存在这种实有的 具体存有的 东西在生住灭 如果我们是这种概念 那么去推求的话 那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所以我们 佛陀说生死本机不可的 其实是为了要说明信空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就我认为 刚刚同学是在 课堂中间就问我 我们刚刚不是讲那个 弥勒先 不 释迦佛 先弥勒久劫成佛 但这个久劫是多久呢 就是我们从那个人寿 根据往事书 就已经有这种大劫的观念 那往事书的大劫 比佛教的大劫还要更长 它是那个指的是大凡天王 一个世纪的寿命 到底有多长 大概是三兆 三百一十一兆多 还有零头的 这么多一年 那我们佛教不是这样 佛教就是 后面的说法可能就是 也是根据这个往事书来的 但是佛教的说法就不太一样 佛教怎么说呢 传说啦 就是我们人寿会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 但是这是每一百年增加一岁 就从十万 从十岁每一百年以后变成十一岁 再一百年以后变成十二岁 这样了解吗 这样这个可以算嘛 然后到八万四千岁 再从八万四千岁再减到十岁 这样叫一个小节 一人一节 知道吗 那样算出来还是就是这么多 这么多年 然后呢 二十个小节呢 会有一个终结 一个终结就是一个成结 就是一个世界 成住坏 他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需要四个终结 所以四个终结呢 就叫做一个大节 那一个大节算出来是多少呢 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 超越九节你就再乘一九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说 一个我们说一个阿森齐 解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量一个无量大节 叫做一个阿森齐 然后三个阿森齐就是三个无量大节 那你现在什么叫做九楚生死广度终生 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吗 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然后他还说一个无量的大节 这样 所以这个是无法计算 那菩萨怎么在九楚 菩萨为什么发九远心 而是因为他有那个我觉得 一种是信空的力量 就是一定是一定是这个 这种缘起信空的空会 这种空会才可以有办法支持菩萨 就是在大致都论有一种辟语 他说有空会的菩萨 就好像你射一把剑 对不对 往天上射 然后你再射第二把剑 把第一把剑 这个剑不是会掉下来吗 对对对对 你再射一把剑 再把它往上射这样 空会有这样的力量 就是让你不 他比喻是说一个人 是发初世心 但是他不堕入涅槃地 是用这样的譬喻 还不是像我们这种生死凡夫这样 什么心都没有发 他指的是 发这种菩提心 怎么样能够不堕涅槃地 如果你发心对不对 你如果像那个 当然我们前面讲那个是异行道 但是如果我们把念佛法门 不是局限在往生净土 其实在波罗经里面也有念佛法门 什么阿处匹佛有听过吗 那些都是要以念佛为门 然后是以那个成就佛道 当作是真正往生净土的那一种标准 那标准就很高 那如果是拿这种念佛法门来比喻那个 弥勒佛的念佛法门 那就 他就包含了那个怎么讲 那个异行道就不是资粮而已 他是可以成佛的 但是呢 这种成佛就有点那个奇怪 因为成佛不是要修三十二相吗 对不对 那他三十二相从哪来 除非你从你的自信来啊 因为不然就是要从缘起来 缘起怎么来呢 你要度化众生才有三十二相啊 知道那三十二相在什么经典有写说 你栽培什么功德会得什么相对不对 那如果比如说广长舌相就是你要说法 然后要诚实于对不对 然后常常这样做就是很久的时间 那就表示你必须对众生说话嘛 那如果你是修那个净土型的 你对谁说话呢 那那个广长舌相哪来 那不就从自己的自信来吗 不然从哪来 所以这是不同的想法 在那个龙树的观点里面 他没有那个我们原来是佛的那种观点 所以你必须要积极资粮 那么才可能有三十二相 那是成佛的一个要件 一个条件 不是 有问题吗 没有 对对讲到 你有空会 他会保证你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众生虽然很难度化 但是没有众生可得 第二个呢 时间是无量 无量长的时间 但是时间不可得 知道吗 这个就叫空会 当然你这么思考一下 他不可得 就好像没有这么可怕 而是人的构造而已 因为时间并不是一个真正实在的东西 那根据也根据这种空会 在摄大圣论里面 有讲十项书圣书圣语 其中就有讲到大乘的 大乘的那个菩萨 他的神通力是胜过那个神闻 那么其中就有讲到一个 他说大乘入 我不知道到第几地 这个到第几地我可能要查一下 他说那个菩萨的神通 可以把三大节 卷成一刹那 然后可以一刹那可以把它延长到三大节 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时间是不可得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菩萨 意思就是说 如果只修我空的 当然在摄大乘论的立场 是把大乘跟小乘的界限是界定在 一个是我空 一个是修法空 那么法空会 大乘才有法空会 那么法空会正德 当然就殊胜过身闻 所以身闻没有办法这样子 施展他的神通 菩萨可以 讲这种菩萨道很久远 我们会缺诺 在摄大乘论也有这种四种恋魔其心 他就有讲到 他说这个世间刹那有人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世间有无量的众生 所以这个无量也挺好用的 他说因为有无量的众生 所以有无量的菩萨 无量的发心修行的人 那有这两个前提 那就表示有无量的人在成佛 刹那都有人在成佛 所以你就不用怕 你这样想你会 会觉得容易一点吗 会吗 会吗 会不会 那一定能提到佛 我只是幼儿来的世间的 对 真的是 没有人会整佛 你们都觉得不容易 那没关系还有第三种 各位你原来就是佛 所以只要一振作有没有 你就是恢复本来清净的 就是我们跟佛那个距离实在很近啊 就是像我们把那个摩尼宝珠 从泥巴里面拿起来 擦一擦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难嘛 然后你说那三十二项哪里来 你自己本性就是那三十二项 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这样你这样讲 你就会去修集那个 我们说异行道的功德嘛 甚至有的人就是会 那种叫什么 这比较难想象 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 这样信仰的人 应该这十大愿会 比较常做 因为他是一个 极之忏悔的一个修行 你只要把自己的污秽擦掉 那么所有的功德 就自己显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他会在那个异行道 会比较有成就 是讲这样的应该是 对 你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先见性 因为你的本性就是佛 你就是要先见到这个佛性 他是你的第一要务 那为什么不假外求 是因为外在的这些众生 他原来也是佛啊 你能够做的就是做他的师范 你也跟着我这样做 那么我们都会开显自己 如来的本性 那你开显如来的本性 就没有什么痛苦可言 这是佛陀祭祀的一个方法 就是唯一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再去做那个 世间的那些缘起 比如说那些四六度 就显得意义不是这么的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个世间 有人这么多那么久了 有没有一个时候可以解决什么是贫穷 可能暂时解决就是 就是比较印度式的思考 因为以前的能够用的手段太少了 那在那个神话的氛围里面 在印度人那种种性制度非常顽强的 这种这种世界里面 我们唯一想到解决的方法就是 你下辈子知道吗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 下辈子投生到好一点的地方 知道吗 所以他们也在 祭祀的那一种方便就不太一样 可能在这种宗教的仪式上 他们会努力 就是会花努力 多一点那种 那我们讲 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 古代的印度人是有点神权有点迷信 现在来看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中观学的那一种 哲学的核心 就是因果关系是空极的 什么是贫穷的原因呢 我们都可以施舍一些有意义的 对 我们可以施舍这些有意义的因果关系 那你教他说你本来就附有啦 这个概念啊 可能是一种解决的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提倡不用GDP来 来计算那个 我们要用幸福指数 来计算一个国家的进不进步 有没有听过 然后第一名的是谁 对啊 现在是哪一个 对 那我们应该接受他们的观点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施舍 但是你的你的你的因果施舍 要看他的效果知道吗 我相信我们这个聪明的人 我们一定可以用一种方法 而且是数字的 数字的 我们可以把那个北韩变成世界最幸福的国家 但是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一定是大家都会笑的理论 所以我这是我们施舍的观念 施舍的 那个施舍是不是会变成一种真理 是要看他的效果知道吗 如果他的效果得出来的结论是大家都会 都会觉得好笑的 那就是 但好笑是一个不不严肃的一种描述 但是我要讲他 要看真理 因为是信空的 所以呢 真理不是跟 我们讲讲了很多遍了 他不是跟一个 一个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存在 客观的存在 这个客观的存在是我们现代的用语 对不对 在佛教的用语就是以自信的方式存在的 理解吗 客观的意思是什么 客观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我们下面也会讲 能像 这个是我们的所像 能像这一方面它是蓝色的 蓝色一定来自于他的所像 知道吗 比如说 火有热性 对不对 火有热性嘛 这个热是被我们考察到的 我们考察一定是对着一个对象来考察 这个是可像 这个是可像 等一下会讲这个能所的关系 没问题对不对 这个能像 是我心里面的概念 贴到这个火的本体上吗 不是啊 我们客观主义会认为 这个热是火带有的特性 记得那个食德业嘛 这个是死 这个是他的德 知道吗 那他们是在一起的 不是不关我心里面的事情 最多我的心就是贴了一个字 在这个上面 知道吗 那他的存在跟我观不观察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是 根据客体 自己的本质 我这样观察他的 那这句就是要客观吗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客观的存在我们会讲 他就是一个自信的存在 我们所谓的真理 表达的就是 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 这支笔是蓝色的 或是这一团火是热的 这个描述 这个信念 符合客观的现实 就是符合某种有自信的东西 这个叫真理 这个叫真理 同意吗 对不对 那我们说信空是没有自信的意思 对不对 对吧 如果这个是信空就是否定自信的意思 我问你这个真理存不存在 我只可以说 这种形式的真理就消失了 从我们的真理指的是我们的信念 同学知道吗 真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真假 懂我的意思 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真假 因为他就是那个样子 有真假的只有我们的信念 对不对 当我们会说这个信念是真的 就叫真理 懂吗 那我们说这样的信空 会不会我们的信念就没有真理这件事情 这一种在中观的学说里面 这个真假还是可以建立的 只是不建立在跟有自信的东西相符 这样的信念 这种信念必须要修正 那我们的真理呢 我们的真理的信念 要没有这个来源了 对不对 他要从哪来 从效果来 知道吗 我们相信某些东西是有好处的 那他这个就变成我们的真理 了解吗 对佛教来说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是成佛 知道吗 所以佛呢 要建立我们的信念的体系是根据 是不是能够成就佛果 那成就佛果的意思是什么 就我们讲 行三十七道品是不是佛 是吗 敬佛果土成就众生 摄受敬土摄受众生 是不是成佛 是吗 一行道跟南行道 是成佛的质量 六度也是成佛的质量 都要从什么呢 从他的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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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的条件 从他的条件 从他的条件去描述什么叫佛 知道吗 这一种 这一种是 这种真理的形式 我们叫做缘起 因为他本身没有本质 所以要从 种种的条件来定义他 就很像我们说 这个时间 时间是从过去 跟未来来定义现在 现在是由过去未来定义的 也是从现在才可以定义 什么叫未来 什么叫过去 跟这个成佛一样 我们是由三十七道平 六度四色 来定义什么叫做佛 知道吗 他是没有办法抽离 从这种种种的条件当中抽离的 因为他的本身的 本身 或是所有事物的存有 都是从种种的条件当中 失色的假名 知道吗 成佛是我们失色的假名 从种种功德当中失色而来 这样了解吗 然后这个变成我们所谓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人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释迦摩尼佛 或是佛教 为我们设定好的 他本身就是一大堆 一大堆条件的集合 一大堆功德的集合 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了不了解 这个变成我们的真理 所以当我们的真理 你失色在这里的时候 佛陀会有很多的言说 这些言说呢 都有特定的目的 我讲了很多遍 这个就变成一种种的西坛 知道吗 这些都变我们的真理 我们的真理当 这个真理不需要跟客观性相符合的时候 真理就转向 跟这些东西 跟我们的目的 跟我们的效果有关的 就会变成我们佛教的真理 这种真理是有一种实用的目的 就是实用的目的 这种真理是有中的目的 知道吗 有中的真理 有中 他追求一种客观性 当作真理的标准 然后中观真理的标准 会落在 以成佛为目的的这种效果上 你们理解吗 那是不是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对不对 那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东西 佛陀是真实语的时候 他讲这四种西坛 明明就是 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 那个火宅玉 对对对 没有那三件车 为什么你又说 我告诉你们 外面有三种车 佛陀不是在骗人吗 但是 骗人是真假的观念 如果没有客观的真理的话 原则上你说的话 就是要 符合这个的 我们说你说的是真的 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样好像还是有点骗人的感觉 我们要说那个说话的效果 知道吗 当然这三种车也是施射出来的 所以佛陀有三寸圣道 那是施射而有的 知道吗 这些 不是乱讲 他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去施射的 为什么这些被我们施射出来的东西 有效果的东西 是可以说是真理呢 那是因为 信空的关系 把这种客观的真理消除了 换句话说 这本来是我们真理 我们的信念里面 认为这个是真理的权威 但是中观认为它并不存在 取代它的呢 这些实用目的的真理观 就会取得它的地位 知道吗 那这种真理就包含了 你的道德啦 什么大悲心 如果存在这种自信的 那么我们说这种种的缘起 就没有角色知道吗 你会唯一有自信的 这种东西都会变成比较优位的东西 比如说 布派的五位七十五法 他们试图构造一种轮回 一种轮回的建构 是以这种有自信的诸法 所形成的秩序 这种秩序一定是先天的必然的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这些 那么什么东西变成我们的真理呢 就是成佛的这种愿望 这个我觉得是中观中想要表达的 荣述想要表达的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待真理的话 那么发愿这件事才会变成 就是我们要发菩提愿 发菩提心 这种发愿才有地位啊 知道吗 要不然你发愿 那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啊 对不对 它不会是必然的 也不会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我们的世到底是不是染污的 还是不是它是清净的 如果是清净的话 我们怎么显发它 如果是染污的话 我们怎么把它弄成干净的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客观的一个进程 我们必须要掌握一些技术 才有办法点识成金嘛 就是类似这样 那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种 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就像现在科学理论这样 成佛就会变成一种技术 像这种愿力的东西 只是你一厢情愿的 它不是这么必要的东西 但如果信空 我们把这一方面的真理 我消除以后 会让出一大堆这样这样的空间 知道吗 它就比较有什么 就是你主动的意愿 这个变化很重要 然后呢 慈悲心嘛 它就有地位了 知道吗 这样了解吗 我们的真理来自于我们的目的 他们就有地位 他们就有地位 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 刚刚讲那么多 其实就是在解释 为什么在波尔经里面 或是在大制度论里面 他都这样讲 他说这个空会呢 是能够让 如果一个菩萨没有空会的话 他很难久处生死 广度众生 因为有空会的缘故呢 所以这件事他容易做得到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的上来 不是 为什么空会是一个关键 他跟我们的真理的观点 有关 有点关系 很大的关系 还有跟菩萨为什么要积极资良 那为什么跟空会也有关系呢 是因为 两种不同真理观 摄持的道品就会有不一样 如果倾向这种真理观 我说真的 成佛会变得一个比较像技术性的东西 像一个工匠有没有 你在有自信的一堆法里面 或者是存有 你在这些自然规律里面 去找到官药 才能点识成精 对不对 但是另一种真理观不是 这种真理观是把我们的目的 或是说我们的 所要追求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效果跟目的都是被我们设定的 这个是我们的真理 那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你们理解吗 一半一半 你如果没有 信空就是 这是没有的 这是空的 你要把这个 我们说直识的问题 对不对 其实就是清理这边 我们一直把符合事物自己的样子 当作真理的标准嘛 对不对 信空一定会把这样的信念给消除掉 那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要有所填补 因为我们原来是执食的人嘛 所有的追求都在问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现在龙树告诉你没有这种 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追求真理了呢 对那什么是真理 真理便空出来了嘛 那什么才 我们把什么东西当成真理 那什么才我们把什么东西当成真理 对对对 把我们的目的 这个效果指的是 怎么样让我们成佛嘛 什么什么化 失色怎么样的真理 对成佛这个目的是有效果的 所以 追求效果其实就是追求我们的目的 了解吗 这是佛教 波尔精 我觉得他的精神是在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那老师请问一下 空会跟智慧的最大哪一等 空会跟智慧 空会就是 空会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智慧啊 我们讲喔 我们这样来解释好了 我们可以这样讲喔 所有智慧的极致不就是一切智吗 那我们说什么叫一切智 知道那个法华经的说法 他说唯有佛与佛能了什么 一切法的什么性相 因缘果报有没有 就是你能够了解一切过程 就是什么是世间 什么是存在的东西 那存在的东西它的来由 它的那个作用 它的效果 你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没有不知道的 这个就是佛的智慧 那 所以佛能够了别的东西 我们可以说 一切法 那一切法我们就可以讲 就是把它 规整 成一个叫做自相 一个叫做共相 啊讲那个空会就是了解它的共相 就是本性 当然那个佛能够已经跟我们讲本性是什么 一切法的共相是什么呢 空极啊 这个在大称都是共事 这样了解吗 那自相是什么呢 这个法的特性 它的因缘果报 因缘 就是我们讲它的世间之道的 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千流当中 那千流它是依循着一些因果法则在推动的 生住亦灭 这不就是因缘果报的其中的一个相貌吗 生住灭 这些三有为相 这些都是 一切法它代有的 这个因缘果报应该是像 比较像共相 自相比较像那个什么 地有什么 地有坚信啊 就类似这样的 也是在因缘果报当中 这是我把它抽象化 这个信跟像 这是本来就是佛教的一个 分类的方法 那我们讲 也就是它的 可以讲它的二帝 世俗跟圣意 那佛陀能够理解这一切 可见得就是 你要圆满一切 知识体系才有办法 那一般世间的人 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 因果关系啊 可是因果关系在中观的学说里面 它不是一个 一个静态的知识 一个静态的知识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说共态的发展 这个在那个应顺导师的中观经论 充分表达这样的思想 在龙树 都是从那个龙树的 我们说缘起信空 这种二十教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静态的知识 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这个世界本身已经有一种法则在哪 我们要做的只是发现它 那么第二种就是 这个叫法甲施舍 都是我们的施舍 根据我们的目的施舍 我们人类想要 想要旅行就发明了火车 人的发展是有一些阶段的目的 那是跟我们人 遇到的困境有关 佛教的发展也是一样 人理解到自己的局限 我们人有很多局限 不只是在技术方面 或是我们在自然遭受困难 在印度的 这是宗教哲学里面 我们的困难不只来自外在 很多是来自于内心 所以在印度的成就 我们会在心里面找到很多 善跟恶的元素 那人在印度的宗教施的观念里面 我们的目的不是一直是外在的 很多是内在 所以我们描述很多种 像根本烦恼 三根本 贪嗔痴 对不对 这个都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消除这些恶不善法 所以在印度的宗教哲学里面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会 我们就会发展一些学说跟理论 但是都跟我们的设定的目标有关 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被我们施设出来的 知道吗 那我们施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 跟我们的目的有关 我们的目的是要 要成佛 要完善自己 对不对 或是我们讲 我们要入涅槃 那什么叫涅槃安影地呢 是没有贪嗔痴的地方吗 或是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说三有为相 这些事物都是在千流当中 所以我们就施设出一个 没有生灭的无为法 知道吗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理想的境界 在佛教 就是在中观的学说里面 这些都是我们的施设 那么根据什么呢 根据我们的目的的施设 所以所有的施设 为什么可以被当作真实来看待 是因为消除了法治以后 我们知道并没有这种客观 这种静态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被我们施设出来的 根据我们的目的而施设的 它会跟着我们的目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施设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我们说理解 共向是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一切法是毕竟空的 但是要理解它的因缘果报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所以这个一切字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 怎么讲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一切字怎么说呢 唯有佛 但是这个佛就可能就是敬畏来寄 你知道 这样讲不到 也好像有点离题 但是就 在这个我们看那个 刚好啦 我们是要讲到那个本季评 回到我们本季评 这边讲 也是讲到 它说第七 第七颂 有没有看到 在216 215页 它说 朱 蛤 对啊 它说 朱所有因果 相极可相法 受极受责等 所有一切法 非但于生死 本季不可得 如是一切法 本季一皆无 本季皆无 本季皆无 这一句颂 其实就回应了 刚刚提的问题 怎么样是一切智 什么是智慧 这边就体现出 我们就讲到 因缘果报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智慧 就是理解一切法 本来是空 就是空的 但是 相极可相 对不对 它们是如幻的假名 这一切法 其实就包含了 如幻的缘起 跟它的本性是空极 这两方面的智慧 但是这两方面的智慧 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我们先 我们可以来看看 那个音顺导师 在讲那个相跟可相 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就需要看一下 那个 在中观经论这一段文 所以我们 再把这个打开 好 这是在那个中观经论里面 好 在 就是在讲性 很相 很相的问题 一个我刚刚讲那个自相跟共相 它就在讲 什么呢 就是 就是 我们先从这个 性跟相来说 我们是这样 就是 此性深妙云何可知呢 以色等相利固可知 从世俗地来理解第一异地 就我刚刚讲 一切法的最高共相是空性 空极性 但是呢 一切法还有它的自相啊 对不对 那你说什么叫智慧呢 就是能够了解这两方面 的的的 知道性也知道相 这样才叫圆满的智慧 那我们是从这个相来知道这个性 相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某个具体的东西 就可以被观察到的这个叫做相 那在这边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好像我们戴起的脸谱跟服装演戏的 我们就知道这些是在演谁 就是画红眼的就是观工嘛 拿着大刀 你一看这个造型就知道他表征的是谁 可见得我们会知道事物 都是靠这些表征 知道吗 这个就叫做相 那什么叫性呢 一切法的字体 本是黎明绝相 不但是理性绝相 似性也不知其名 名相所表而极为如此的 非语文异想符号所能表达的 所以 知有法性不能依语 语言意识所了解的去闲聊他的实性 是借由这些相貌去理解 有一个深刻的性 就是他的本质 那他的本体或本质呢 不是黎明元相的 这个是佛教常常这么说嘛 那要分两个层次去说性跟相的问题 一个是从相跟可相 这个就是从我们 现实能够考察得到的事物去理解他 什么叫相跟可相呢 就是我讲的能相跟可相 这个相呢 世事物物 性的 我们认为他有一个本质 那是因为 我们都有某种相 是我们了知的 比如说我们说过 那个讲跟相跟可相是哪一品 还记得吗 记不记得 讲空间那个是地球品 讲空间是六情品嘛 空间怎么说的 像是什么东西 可相是什么东西 像就是能像 可相 有没有记得 我不知道这样写版书 会不会那个摄影机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到 那我们虚空在讲 虚空就是 虚空嘛 是我们认为有 有的对象 我们怎么知道有虚空 是因为有一种叫无外相 这种无外相呢 是遮除设法显 就是设法存在又消逝的时候 才会显出这种无外相 以相来知道可相 这样了解吗 这样就记起来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这样 这个是能像 所像 这样 我们是知道有 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是根据这种能像 才知道的 才知道的 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有存在的东西是不能够没有像的 这个 在中论里面 我们有学习过了 是无相之法 一切处无有 无相之法是什么呢 我们会认为 如果设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还没有出现又消失的时候 你认为空间在不在那里 虚空是违法 照道理来讲 他是一直在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 并没有设法出现 然后消失 换句话说 这个无外相是不显现的 是吗 那 那个时候有没有虚空 蛤 是不是有 有就是有 没有说既有都没有 我讲一个例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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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室没有开灯的时候 这个桌子椅子你看不到 对不对 换句话说他 他没有像 是吗 但他存不存在 对 一样啊 这个虚空 还无外相还没现前的时候 他在不在那里 在吗 那表示说 这个虚空的可相 他跟这个能相是可以分开的 懂吗 在设法还没有出现又消失的时候 这个可相在那里 但是他是无相法 懂我的意思吗 那龙树说 你这样想 我们都觉得合理啊 龙树说 无相之法一切出无由 就是 否定这一种 没有 可 我们没有办法有手段 可以 知道他的 可以考察的特征 而说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没有那一种 没有特征的 但是我们又说 有这种东西的 他认为不能这样子 这样理解吗 这是一个逻辑关系 就是 这种无外相一定是 设法出现 存经存在 然后又遮浅他以后 所显出的 如果设法 设法 设法如果还没出现的时候 因为我们相信 虚空是无 无违法 无违法 就是一直在那里 了解吗 他没有生住灭 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一直在的 那这种定义会造成什么呢 你还没有 无外相还没来得及 出现的时候 空间早就在那里了 那换句话说 他的存在 也可以跟他的能相是脱离的 那如果无外相还没出现 他就存在的话 他就是没有相的那一种东西 那没有相的虚空是不会有的 一切处无有 这样理解吗 理解 所以呢 那 你认为相跟可相是一跟义的 对不对 就是 直一的认为相可相是一体 事实上 相跟可相 他是一个互相关带的 假法 假名失色有的 我们这样就可以理解 知道吗 他是一跟义 都可以从义门去说 但是如果 你直一的 就像这个 直一的 那难道没有无外相的时候 虚空是不在的 知道吗 这个屁育就好像这样 我把灯关起来 桌子椅子不会显他的相 对不对 那他就是不存在 可以这样讲吗 如果说是一回事的话 就变这样 那你如果说有两回事的话 那么就会造成 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虚空的问题 那么虚空可以脱离无外相而存在 那这种虚空就是没有相的东西 只是 也不 说义不对 说义也不对 那是我们执着他有各种形态 所以 像圣论师说的实得也 这个是在 我们那个佛教里面批评很多 牛 我们怎么知道有牛呢 是因为有脚啊 有那个体啊 这些东西都是牛 牛相的定义 这些定义就是能相 这个 牛的脚 牛有牛特定的尾巴 牛的体啊 你可以去查那个生物学里面 它到底是什么定义啊 然后我们说有一种牛的体 可以这样讲 那可像好像就是有一个被我们 被我们锁定的对象 其实这个锁定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实体 不是像圣论师讲的是一种实得业的关系 而是 它是从种种因缘 甲利的一种牛 那这个牛呢 也 我们去 假定有这种对象 然后 去说明 就是这些特性是属于谁的 这样 就是他们是一个互相 甲利互相成立的一个过程 这些都是我们甲利的一个 我们的知识的来源 可像是缘起幻线存在的合一性 你有看到吗 就是这样 从牛的尾巴 牛的体 什么去甲利一种牛 这个字 这个是一个合一性 是一个缘起甲合的存在 而缘起和合合 有种种差别的是像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种种差别 那 我们的认识呢 就是从这些感觉 一根的分别了之有的 我们可以从眼见知道它的形态 从触觉知道它的冷热坚硬 等等等等 在意识当中才把这些个别的差异的这些特征 中整成一个整体的有具体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统一的概念 我们就给它一个名称叫牛 它会产生这个牛的认识 这个似乎是所谓的能像可像 但是在认识论上面呢 我们不能够通常都不理解这一种 认识论上的这种关带 这种缘起假名的这种过程 这种过程 我们会认为 我们会认为它 我们正在认识的是世界的本身 或是客观的本身 那怎么样去进一步去理解它 就是要理解这种 像跟可像的 意义性不可得 比如说什么呢 它说地有间 因为有间像所以显地性 可以假说间是属于地的 但是如果用烟来做比喻 看到烟就有火 他们是有因果关系 就是以烟为火像 但是烟不及是火的 烟怎么跟火是一回事呢 可以说这个 他们的依依性是 是没有办法被确认的 所以呢 从这种 像跟可像的这种 关系当中 我们就会进到 事像跟理性 就是进一步去考察 这些像跟可像 它是假名性空的 那么讲 比如说 有违法性 若无违法性 是性真 就 所有一切事物 有违法也好 有违法也好 无违法也好 都有一个法性 就是所有法 共同有的 共性 法性就是无常性 一切法 有违法都是这样 无违法是极灭性 有违无违的长片法性 可以借相 可以借相而知 比如说借什么相呢 借生助灭 这三相 这三相 是通一切法的 一切有违法都有 这生助灭 这三个相 众生见 这三个相 知道一切法是行 就是有违的 就是无常变幻 一现见的生灭 而知到无常性 一不生不灭 而知到极灭性 这个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一个相跟可相的关系 如一元其法的相依相待 而知无自信呢 就是从别别的表面的事项 误解掉通片法耳深刻的理性 这是从相知性的又意义 就我们从这个相跟可相的意义 矛盾性里面 会再知道的更多一点 就是佛教里面不共的智慧 更深刻的 更普遍的这一种性 法性 就是性空 我们说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 生助灭 无为是不生不住不灭 从无为法性 从本性极灭 相与性 及现象跟空性的关系 那 这个 相跟性 一切法都有可相跟可相 这些相 它的本性是空极的 是从元其法的现象上通达的 然后 这个空性是性质 就是不是被我们施舍出来 而是它本质是如此 那这个不是玄学 是从现实事项当中去深入观察 而气会的 这个气会很重要 它有一个过程 就是止观成就的那个过程 所以它不是 它当然包含了某种的推论 但是它必须要从那个实践当中去气会 相性之所以是空的 是由于相的元其性 唯有从元其才能够显出空极性 这是从别别的事项 以见事理之法性 有一切事 有一切现有 以通达必尽空性 比之相可相更深入 更深入 那这个就是此性生妙 以相可知 那我们看这种 从这句话里面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是实在论者 像他们认为 以心事有闲聊对象的作用 凡事可知的就是存在的 他认为 萨佛多布就是有布 他认为 我们不可能对不存在的事物产生认识 所以呢 被我认识的东西一定是有那个东西 不然我怎么产生认识的呢 他认为这个是佛陀的因缘说 就是凡事必有因 你能够产生认识 所以呢 被认识的对象一定是有的 所以理解吗 所以为什么萨佛多布不说 过去是实有 现在也是实有 是因为我们能够 意念过去 我们能够计划未来 所以 这一种 思考的对象 必定是实在的东西 必定是存有的东西 所以呢 他就把 他把把这些 这些认识当中的事物呢 他做了一些推球嘛 所以他认为这些都是客观的法性 名言文句 还有心事 有指的对象 闲聊 闲聊对象的作用 他们认为凡事所知的都是有的 如不是有的 即不能成为所知 所以六事必由 有 必由 跟进为原而生 无尽不能成为认识 认识有条件 他们认为的缘起就是这么说 那 这些认识的条件呢 都是有的 不然不会产生认识 所以他们认为过去未来 都是由 能 这个 是嘛 他的对境 就是过去跟未来 这个境界也是时有的 那 若问呢 何以知道是有的呢 可以说 已可知故 为什么他们是存在的呢 因为能够知道他们 他们能够成为心事的对境 以这个理由说他们是有的 那 有的呢 才可以成为有知 才可以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 我们认识的对象 不但一般的 是有 而可知 连梦中的也必定是有的 只不过是错乱而已 就我们梦境会梦到一只会飞的马 那是 那是 就是 在那个 虚 就是我们会 在那个什么 顺正理论 他怎么解释这个梦境呢 他说 马在现实当中一定是有的 翅膀在现实当中一定是有的 那我们在梦境只是把这两个错字 这两个在现实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对应的关系 但是在梦境当中的错乱是把实有的东西给错字 话句话说呢 梦境里面还是必须要有实在的对象 才能够成为梦境 这个是 顺正理论的观点 那 维世嘉怎么说呢 维世嘉刚好倒过来 他认为凡事存在的呢 是依心事而存在的 就是这个桌子为什么存在 还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有触觉 我们有视觉 对不对 这些知觉构成了他的存在 换句话说 什么是存在的前提呢 心事 依心事 依着心事才能证明 才能知道 换句话说 心事才是唯一我们能够把握的东西 一切不过是自心幻现 是自心所涵涉的 是自心的表象的客观化 我们把这些知觉 对象化以后 会变成他是一个离心而有的事物 事实上呢 他都是以心事为一的 所以我们 所以知道的东西 他都不离开我们的心事名言 必须藉由心事名言去 了象 才能够知道他的本质 那被解说是并无心外的存在 这个是 现在就是有一个争论 就是早期的维斯嘉到底有没有否认外境呢 还是他只是想要表达 这些认识都离不开心事的作用 并没有否认外境 事外无尽全部服务调整 没有 早期早期 就是 无拙 比如说无拙 现在讲的那个维斯 很多都是 我们并不是很能够理解 无拙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指的没有外境 但是在后面的诠释 当然很明白 佛教是维心所 只承认心事的存在 像各位坐在我前面 那是不是是我阿赖也陷起的 对啊 对 没有一点 租的桌子是阿赖也陷起的 那 对啊 所以呢 在维斯嘉的立场 他就是 若人事得心大地无寸土 那中观怎么看呢 中观的立场就不是这样看 中观的立场是什么 若诸法时有 不应以心事固之有 若以心事固有 则是则非有 如果一切法呢 是真的存在 那么就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呢 不应以心事固之有 好像这个心 荣述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透过根释 才能够把握这个世界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 就知道这个外境不是真的是实在的 这是个意思 那 这个意思很多人把 龙树的理解成说 那龙树赞成的是维斯说 但是 原文又接着说 地间相以身 生根 生事固之有 龙树不但以心事固之有 也以根 就是这篇字 音顺导师的根据 就是 根是一种生理结构 是一种物质结构 所以呢 龙树 龙树承认外境 就是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是依心固之有 也是 也只是 山空当中的官空 官空的意思就是说 官空就是我们在那个禅定里面 用这个定力有没有 把这个外在的事物 想像是 他是空的 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 是用这个定力来 来观想他是空的 不是他本来就是空的 因之道就是 以心事固有 则 事则非有 这个是正确的 但是不是为事的 因为中官呢 显示诸法的存在是因果系 这边就是有因果系跟能所系 因果系指的是 因因因因果缘起说明他有 因因果缘起说他的自信空 我们常说思色是一种能所系 就是 能所系就是 认识事物一定是有内在的名言 对不对 跟外在的事物 那内在的名言起到一些作用 比如说这个是蓝色 对不对 那么蓝色是什么 蓝色代表的是什么 不是这支笔的本质 对不对 那是心里面的概念吗 不是 他是 我们的一个思色 那怎么思色呢 排除了非蓝 就叫蓝 他是一个名言的应用而已 这是中官说的 但是这个是能所系 对不对 他 如果我这么说 这么说的一个说法 刚刚说了没有 这个 这支笔 蓝色是一种特性 但是是被我们的名言失色的 那我问你 没有人的时候 这个宇宙存不存在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就没有人失色 那这个世界存不存在 对 这支笔 这笔 当然人发明了 就不好用这种例子 这个宇宙还没有人的时候 没有名言的时候 或者是 一个荒岛 没有人的时候 那这个山就不存在 那个岛上的树就不存在 因为没有名言失色 那他就不存在 对 这边就讲那个 应论导师就说 还有种叫因果系的东西 知道吗 因果系 就是 事物跟事物 会产生一些缘起的作用 但是呢 他强调说 这个因果关系也是 不是 是信空的 有没有 不是那种自助自信的那一种 因果缘起 因爲 因爲 因果缘起就是 只能够说明 他本性不是这样 所以他才会变化 变化 才能根据别人的存在而变化 这样理解 所以这个是 我认为是一个中观学说里面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困难解释的东西 就是这个因果系 但是这个很微妙 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那个双霞凤实验吗 你不要被那个思想实验就是薛丁二的猫 给误导了说 一定要有心事去参与系统 这个系统就会改变 你还记得吗 那个 对 双霞凤实验 你们记不记得 双霞凤实验 你们记不记得 不是观测的人 是 纯粹都是机器 跟机器之间的关系 有观测就发生对 对对对对 当然观测是被人为去设定的 但是呢 这个观测的过程 不是一个人盯着 完全是机器跟机器的关系 但是被我们 机器会放在那是被我们设定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从头到尾都是 仪器跟仪器之间的关系 你这样理解吗 所以那个 那个思想实验是 是一个被 不是这么合理的实验 就是那个猫装在那个 一个设备里面 对 因为 因为那个 那个电子的衰变 是随机的 我们不知道 完全不 它是不可测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 会不会触发 那个毒药的机关 如果会的话 如果衰变的话 就会触发机关 猫就是死的 如果它不触发机关 猫就是活的 对不对 但是根据测不准原理 或是那个量子 在那个量子态里面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位置 是不可测的 那换句话说 它就是处于一个 既衰变又不衰变的叠加态 然后如果这种哥本哈根的解释 是可能的话 那这只猫就是既死又活的 那 薛丁二只是用这个思想实践来说明 说明这个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 因为不可能有这种事 就很像我们 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存有是亦有亦无的 这种观念有一点像天台 或是华言讲的这个样子 但是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聚观的世界 都是一个被确定的世界 但是这个被确定的世界呢 不是一定要有心事参与 而是 在 就是 一个可测的对象 在可观测的仪器里面 就是 不管是 不是仪器 就是 跟它交互作用的这个对象里面 它会留下的 如果能够留下 互相的那一种 激症 就是 留下那个痕跡 它就会是一个确定的系统 就 但是 这个确定的系统 不是我们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唯物论 你们还记得那个 那个双夹缝实验 它为了要知道 它为了要知道那个光 到底 不是 一个垫子 这是两个缝 它打在后面的这个屏幕上 就是 当我们随便它 随便它打 它的行为就是一个光谱 那我们 我们就觉得说 那么是不是一对的 电子 互相 互相撞 撞撞 结果它就撞成像波一样 我们就一次打一个电子看看 结果它还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我们就 就怎样呢 在 这边 装一个那个感应器 看看那个电子到底是走A还是走B 那当我们 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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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手段去 去知道它走哪一边的时候 它在电子的行为就改变了 它在屏幕上就变成只有两道横你知道 它就表现出粒子的特性了 知道吗 那 各位可能我们上次有 看那个影片有讲 还记得吗 为了要 就是我们可能想像说 因为我们的仪器干扰的这个电子的行为 所以它才变重播的行为 变成粒子的行为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是在 它还没走到 它还没有通过A跟B 两个狭缝 我们做观测 现在这样好了 它们先通过 然后我再看看它是从哪边通过 因为因果关系时间不会倒流 不会说我在后面测它 会改变它前面的行为 这是不可能的吗 懂我的意思吗 它在那个 这是霞缝 这是屏幕 本来我们从 在这边观察这个电子 是走A还是B 现在我们把观察放到这里 看它走A跟B 对不对 如果 如果说 这个粒子的行为 是被我们的观察 扰乱 所以它才从波变成粒子 现在我们不扰乱它 而是看它走哪边 然后 如果我们把这边观测 应该它 它在这边是不受干扰的 对不对 那它要嘛是波 要嘛是粒子 应该我们预期它就是B 一个波的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实验干扰了它 问题是我们在这边观察的时候 它还是表现出粒子的特性 对不对 然后这种双峡凤的实验呢 曾经扩大到那个 几万光年的那一种光 它也会随着我们 我们是光走到我们这边是一万年 对不对 照道理说我们事后的观察 不会影响它嘛 但是事实上证明 我们在事后观察还是在影响它 难道我们现在的观测 会影响到一万年前 发出来的光的路径吗 这是难以想象 但是我们 我们这边可以来解释 这种因果系的作用 它不是确定的 它有 就根据现在的物理学 那个量子学 量子学说里面 它说有一种 世间有一种特质 叫测不准 不可测原理 就是测不准 叫什么 是不是还有没有一个名称 测不准 测不准 测不准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不够 所以测不准 对对 他应该叫不确定 不确定原理 才知道 蛤 蛤 蛤 不确定性原理 蛤 中 中 英文喔 看一下英文怎么行 可能要下次来看 这不准原理 不确定性原理 有没有 你说怎么办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确定的嘛 不确定的 不确定 不确定 也可以有两种意思 是因为我们的手段 不够进步 所以他不确定 还是他本身就是不确定 现在的理解是后面这个 那个在以前发量子力学在说这个的时候 第一个反对的是 那个爱因斯坦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上帝不值骰子 知道吗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 是我们的理论不够进步 上帝实在太高明了 就是这个悟性太深奥了 那是我们的认识不够 对对对 技术不够 知识不够 知识不够的关系 但是 现在 现在的科 你不要以为这是 定论 我们现在 在比较倾向就是 不确定是事物本身的本质 但是他有点难想像就是 那从这个理解 我们可以来说明这个因果系 因为这个因果系 我觉得是残行那个性空者 或者是反本质主义者 被这个实有论者攻击的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事物都是失色的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人的话 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吗 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对不对 你既然承认有一个离心 离你离开能所系 他有一个因果系在运作的对不对 那这个因果系 是他自己有因果关系的 不是这样吗 那么至少我可以说 我不用一个法一个法的概念 至少因果关系是他的自信 就是因果关系是自信有的 可以这样看吗 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没有人没有失色 那个打雷就会下雨 有冤就会有火 对不对 你没有明言的时候 那么这个过程 难道没有吗 这个是最难说明的同学 所以我们离这个星空 我认为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 解决啦 需要解决 没有心事参与的 这个宇宙大爆炸 没有心事参与嘛 他是如何依因果缘起而说明是有的 因为被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一定有我们的能所系 对不对 但是他说呢 离能所还有一个因果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势必我们讨论他的时候 他早就变成是一种能所系 知道吗 但是我们这边又要讲 他有因果系是为了要避免 像维斯嘉一样 把所有的存有都说成是 心事的表象 所以他就讲 那结论是什么呢 一切依因缘 当然这是英国的幻王 这种幻王是假名的 对不对 假名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这种存有只能够用假名去 去具体化 要不然一切都是模糊不可知的 那只要经过表 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介入 他就是一个因果跟能所 互相融色的一个 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那这个有意义的世界 他必然就是缘起又是星空的 他不会像实在论一样 有某种已经先天自然 客观一个静态的东西在那边等着被发现 绝对不是这样的过程 而是一个能所因果互相交涉的一个复杂 而且动态的一个体系 知道吗 所以那个你说佛与佛能够 那个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乘的理想的境界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能够解说一切的因缘果报 那势必它是一个动态的知识 它是一个动态的跟着我们的能所系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样理解吗 这个我们下次再讨论这个问题 自然性的 自然性的风吹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不施舍它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它自己的规则 有吗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没有能所系介入的时候 其实这个实验就是没有能所系啊 我们现在表述才有 你知道吗 它都是机器跟机器之间的关系 理解吗 刚刚那个双峡凤实验有没有 它都是机器跟仪器跟仪器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它也显示出某种的悖论的特性 对不对 哪有事后的观测会影响 它那个例子的行为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却是被知道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还不知道那个 所谓的那个因果系到底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愿意此功德 福吉于切 为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